每到年底 各家證券投顧都會對隔年的台股進行預測 那針對2022年 各投顧多數預測指數上漲的空間都不大了 這個保守的看是18,200點 那樂觀一點的看19,000點 那更樂觀的 例如說統一投顧就上看2萬點 這個看法跟投信投顧工會理事長張錫是一致的 那各家投顧中最樂觀的 我看到就是數元大投顧了 把今年的指數高點估到21,000點 相較2021年加權指數的高點18,000點 代表元大投顧預估大盤今年有可能會再漲3,000點 至於這3,000點會漲什麼股票呢 我想應該是投資人更關心的吧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華 每到年初 每位投資人心中最大的疑問應該少不了 就是今年到底會是多投年還是空投年 過去三年台股是年年多投 而且每年都大漲超過20% 可以說是相當美好的一段行情 抓對行情的投資人 厲害的可能資產已經被翻了 不過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了 股市的多投行情也不可能是無止境的 如果以年K線來看 過去三年大盤也就加權指數的年K線 是出現連三紅K棒 回顧台股總計60年來的歷史 這個年K線出現連續4根紅K棒 也只有4次 今年台股如果全年要再拼一根年K線的紅K棒 我想並不是不可能 但是先決條件是成交量能不能跟上來 也就是量能不能說 因為台股的歷史上面 曾經出現過的4次連漲4年 或是說4年以上 我們從過往的經驗 這個價量條件來看 這個連續上漲到第4年的全年的成交量 沒有一次例外都沒有說過的 也就是說都沒有比前一年減少的 那從這一點來看 那台股今年要再拼全年上漲的壓力就不小了 因為去年集中交易市場 爆出了史上最大量 這個日均量接近3600億的規模 所以言下之意 今年大盤要走多頭 日成交量不能持續低於3600億這個規模 那這個對多頭來講是不小的挑戰 因為去年創下史上最大的日均量 那是比前年也擴增了1.6倍 要維持這個量能不墜 就必須要有能貫穿全年的強勢領導族群 例如說2020年走的就是半導體龍頭股 台積電 聯電 那2021年又有鋼鐵 航運這些股票跟著上來 但是這些族群都已經輪過一輪了 那股價也都不低了 那麼2022年的強勢族群又有哪些呢 這個困難的問題 原大投顧倒是出去了2022年台股報告中 點出了一些族群 主要有希臘族群 包括了半導體產業 通訊產業 第三代半導體 汽車產業 消費產業 金融產業 還有高值利率股 那原大投顧 它根據它自己的成長模型 調整之後的指數目標是21,000點 這個堪稱是目前最樂觀的證券投顧的看法了 原大投顧預估去年2021年整體營收成長是15.5% 2022年會再成長6.5% 那整體獲利2021年大幅有成長8成了 那2022年也就今年會再成長4% 這個看法我個人覺得可以講說是相當樂觀 那分類產業中 2022年獲利可以再成長超過兩成的有 包括像矽晶圓 伺服器 連接器 化合物 半導體 PCB CCL 網通族群 車用零組件 自動化設備 零售 還有生技衣材產業 還有隱形眼鏡 這些都是原大投顧認為說可以成長兩成 獲利還有成長兩成的產業 那就我個人來看 如果今年台股真的如原大所預估的呈現 剛剛所講的這麼多產業可以成長 那不就是百花齊放的類股齊陽的話 那當然有可能放量 而且維持3600億的日經量能不墜 不過在全球嚴重通膨跟預期貨幣緊縮的 全球宏觀大環境之下 今年的台股變數仍然是不少 尤其是美股能不能維持多頭的格局 也絕對關係的台股能不能走多 目前華爾街各大投行對今年 美股的預測也有很大的分歧 樂觀的像是大摩上看標準普爾500指數到5100點 相較2021年會再漲10% 但是悲觀的機構則是下看到4100點 認為美股今年會跌掉一成是個空頭年 看多的會認為漲10% 看空的認為會跌10% 那高低差不就是20%的嗎 這個看法可以講說是很大差異 那無論如何股市之所以迷人 那不就是在那永遠也猜不透的方向嗎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哦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哦 Today才知道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 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準時上限 Light Today的音樂